前方测速照向速线70公里 爱车装了GPS 一路顺畅好服务 央广爱的GPS 带你找到真幸福 央广爱的GPS 让你找到真幸福 亲爱的听众朋友 我是单元主持人小凤姐 今天在爱的GPS人生导航当中 我们请到了60年代 曾经演大醉侠 一炮而红的大醉侠月华 华哥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华哥你好 你好小凤你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开心 今天我们华哥呢 事实上我们提到华哥 我相信只要是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听友 而且是老听友的话 会慢慢的回想起华哥的声音 因为华哥曾经跟我们在华侨之声合作 那么在那段时间呢 华哥和小凤在空中跟听众也见面了很久 对每个星期都有啊 对我们先请华哥来告诉我们 那段时间是什么样的姻缘忌讳 让您在加拿大的声音 让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传遍全世界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年呢 我是跟太太跟女儿移民温哥华 那么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 我没有办法重新在那边做我的演艺事业 因为当地也没有电视台 可以拍电视剧啊 拍电影也很少 那么我太太呢 也给我一个清规戒律啊 要是我回香港去拍戏的话 他就要跟我离婚 哇 这个戒律是很严重 我当然是以他们两个人为重 没错 所以我也牺牲了我自己 不能发挥我的所长 但是我觉得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觉得那边的生活也很充实 尤其能够陪伴当年只有11岁的女儿 陪她我送她上学啊 上小学五六年级啊 上中学啊 上大学啊 甚至于毕业以后 她工作我都送她 事实上您在加拿大的生活 并不像在演艺圈那么的绚烂 过着就是完全以女儿跟太太为重心的生活了 对 真的很不简单 我觉得值得 我都觉得值得 很开心对不对 因为陪伴女儿生长的这一段时间 金钱是买不到 一点都没错 我相信很多的人都知道 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给他强烈的亲密感 那么这个强烈的亲密感 华哥 您曾经是在演艺圈 那么的辉煌历史 待会儿呢 我想我们慢慢的一一的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出来 我们先请华哥告诉我们在加拿大的那段时间 您是以陪伴太太跟孩子 您觉得很值得 可是怎么样又跟广播又连接上 尤其是在加拿大的华侨之声 跟我们庄广播电台又怎么样做了联系呢 我去到那边是从零开始的 在那边举目无亲 就我们三个人 开始呢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我就待在家里 做做家庭的事情啊 把家庭弄好啊 但是我也有点彷徨 这么年轻的时候才四十几岁 是不是就一辈子这样下去 而且呢 也有点恐慌 因为究竟我不是很多钱的一个家庭 在那边生活费也蛮大的 那结果半年以后呢 突然间有一天 有一个导演打电话给我 他说我们知道你们一家新移民来了 当年的BC省的省都 是香港去的中国人 省都 他很注重移民在当地所做的事情的影响 所以呢 他很希望社会很和谐 他就想出了一个故事 教育啊 新移民到那边 怎么样融入当地的社会 也就是他的风土民情 最好能够融入到其中 他叫入乡随俗 中文叫入乡随俗 那英文呢 叫being canadian 你开始做一个加拿大人 应该怎么样做 他就编了一个 像小故事一样 半个小时 让我们一家三口 献身说法 就是对新移民呢 讲一些肺腑之言 让你们怎么样融入 让加拿大人 不当你们是外地来的 没错 最主要就是和谐 那么我们拍完那个以后呢 我开始电视台也来找我了 电台也来找我了 华哥在那边马上就红起来 还有星岛日报也找我写专栏了 我一下子一个脚踩到三个传媒 所以才会有华侨之声 有星岛日报 有当时的一个叫做国泰电视 全部都找华哥了 好了 我一开始打开我的社交的圈子 一下子认识很多很多人 大家也认识我 那么很多筹款的活动啊 一些公众的活动呢 都找我去做司仪 有时候领唱国歌啊 加拿大国歌啊 一下子大家都认识我了 那我也就变成很活跃了 当时入籍才四年嘛 当我入籍那年 我突然间到联邦政府 颁一个奖给我叫做 杰出公民奖 太棒了 是在加拿大的杰出公民奖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奖 原来每年呢 大概有20个这样的公民得奖的 是对社会有贡献的 结果联邦政府就颁了一个奖给我 那我就更加欲罢不能了 做了更多事情 对 今天呢受到了鼓励跟肯定 尤其华哥自己本身 本来就是非常的热心公益 尤其你自己以前的个性啊 因为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 就请演大醉侠的主角 也就是大醉侠华哥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么多年前 华哥是在华侨之声 那也就是在加拿大温哥华的 那个广播电台 而小凤呢 是在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室 每一个礼拜四都做了连线 我想这个因缘际会呢 让我更认识了华哥 来告诉我华哥 当时您刚有讲到 不是只有在华侨之声 那个时候在加拿大 你等于是横跨了电视广播 甚至于很多的社会公益的一些活动 那么也造就了华哥 您真的把自己所有的这些奉献给社会了 那么在当时你自己个人感觉到 你帮星岛日报写稿 以及你在广播电台 跟中央广播电台做连线 我相信那个时候 你对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价值 一定是非常的有感动的 能不能告诉我 当时你的感觉是什么 因为以前在香港呢 我纯粹就是拍戏 就是好像盈盈盈盈盈 就是赚钱啊 脑子里想的东西 跟公众很难联系在一起 我很感激去到加拿大 能够认识这位林思琪博士 他就是BC省的省都 他虚怀若骨啊 他想到的东西不是他个人 是想到整个社会 那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尤其他说 你既然来到加拿大 你就得融入本地的社会 你不能老是回想以前的一些光环 他说你干脆把你跟香港的这座桥烧掉它 一心一意留在加拿大 我受了他的鼓励啊 我就觉得他对我影响很大 所以我就一心一意在温哥华做我的事情 一直到我的女儿长大了 她结婚了 结婚了家里就剩下我跟田尼 那么我太太呢 就觉得我好像很黏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嫁到那个马亚米去了 美国 因为她的先生呢 在加拿大很难找到她的工作 兴趣跟专业 因为她的专业是sports的marketing 那么美国有很多球队啊 比较适合她 那我女儿一旦离开了我身边呢 我真的很失落 我好像完全不晓得该做什么了 你的前世情人离开你了 你就完全就非常的沮丧 她本来一开始呢 在当地的那个pre-school啊 就是学前教育 她去教Montessori 结果呢 我说 我到你学校去做校工 我免费 每天给你们扫地 但是我要看到你 每天给你 那我太太就觉得我太黏了 我女儿 她会不会吃味了 她怕我影响她的生活 没错 所以才把我推回香港去拍戏 哇 所以难怪啊 有很多的人都会主张 在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做父母的 要非常的强烈的亲密感 给予她一个爱 就是父母给他们的爱 可当孩子长大了 就像您刚讲的 你的女儿结婚了 她有她自己的家庭的时候 做父母的呢 就该要得体的退出 可是呢 华哥呢 对于这个前世情人 还是没办法 年的要命怎么办呢 所以因此呢 这个甜妮姐姐就想了一个办法 干脆把你推回你原来的事业 我想姻缘际会 这个故事呢 真的是曲折离奇啊 我们在一段温馨的音乐之后 接着下来 我们要继续的听 这是在60年代大醉侠 婴儿一炮而红的大醉侠华哥 待会儿在节目当中 要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绚烂 趋于平静 在平静当中 又找到了 它的真正的生命价值 待会儿跟您分享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亲爱的朋友 您现在收听到的爱的GPS人生导航 我是单元主持人小凤姐 今天在我们爱的GPS人生导航当中 我们请到了在60年代演大醉侠 一炮而红的男主角大醉侠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岳华 华哥你好 你好 小凤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真的很开心啊 今天饰演大醉侠的华哥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在节目前半段呢 先让大家知道了 事实上华哥在后来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 太太 那么选择了归于平静的生活 因此呢 他到了加拿大 但是事实上 华哥以前在小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很会演戏啊 小时候呢 在学校里 有些话剧啊 我也会参与 我祖籍是广东中山 但是好像我没有中山的口音 对 而且您的国语还挺标准的 一家三代啊 从我爷爷开始就在上海从商的 所以呢 我是生长在上海 连我的中山的故乡也没回去过 但是你的广东话讲得很棒 广东话我在上海家里有讲 但是讲的跟香港人讲的不同 那你那个上海话你也会了 哦 当然会了 那是我的mother tongue 好 华哥 不但在小的时候就已经有 这种所谓的演戏的细胞啊 您刚刚也讲到说 您会朗诵 这是怎么回事 呃 在中学里边呢 我们有几个同学都很喜欢 唐诗啊 诵词啊 这些东西 有一个同学是从北京到上海去念书的 那我们几个呢 就经常在学校的什么晚会啊 就是朗诵一些 唐诗诵词之类的 我是担任朗诵 北京来那个同学呢 担任就讲述这些诗词的内容 哦 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就很注重读音 读音 很注重 发音 咬字啊 团齿音啊 哦 我也很好 从小就有一个老师 哦 他北京来的嘛 哦 北京的 他经常纠正我的发音 发音 上海人的发音经常有几个字 不太清楚的 我就经过他的就是很注意的 跟我纠正的 所以我自己很注意 后来我去到香港以后 我拍国语电影 自己配音 或者替别人配音 那就更会注重 没错 能不能告诉我们 华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踏进了演艺圈 因为我知道 演艺圈在当时啊 可以说是很多人都很羡慕的一个行业 因为这个行业 那时候好像不太多 我是62年去的香港 62年的秋天 看到有一个话剧团招生 那我就去试试考 一考也考到了 考到了以后 我就演了一台话剧 《茶花女》 我在里边演一些大配角啊 然后里边的有些巨屋啊 或者是工作人员呢 就说你不如去投考 那个邵氏的那个南国实验剧团 就是为邵氏培养新人的地方 那我去考也很幸运的考到了 63年我就进了南国实验剧团 就在南国实验剧团毕业的时候 刚好要拍《西游记》 当时我们的团长顾伯伯啊 顾文宗先生呢 就推荐我去参加选拔 哎一选也选到我 演《西游记》的孙悟空 第一部戏我是拍孙悟空 那就是主角了 对应该说我很幸运 现在回溯您人生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你在你的人生道路上 有好多好多的贵人的相中 太多了 对有很多很多的高人指点 塑造也奠定了华哥在日后 不管是演艺也好 或者是在你的专业的表现上也好 好像你都一帆风顺呢 我觉得我很幸运 因为当年选拔演孙悟空这个角色的 最后的决定的人 就是邵逸夫先生 因为他要看你视镜 你视镜的动作 他选了我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根本也因为你家里 跟这个演艺圈是有关系的 完全没有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单枪赌马的 就去闯荡江湖去了 是不是 哇好厉害哦 那你怎么样从这个《西游记》 马上又跳到了 就是由胡金泉导演 所导的这一部大醉侠 让你一炮而红 我拍了两部办的西游记的故事 第一部是西游记 第二部叫做铁扇公主 第三部是叫女儿国 我拍了半部的时候呢 哎公司要拍大醉侠 当时呢拍的叫做醉侠 没有大字 哦 拍的时候就是醉侠 那胡金泉导演 大概很喜欢看京剧 他喜欢当年的吴丑 叶胜章演的酒盖 酒盖就是大醉侠的那前身 他选拔的时候呢 我太年轻了 才二十来岁 没有那种风尘味道 没有那种风霜 历经沧桑的 没有 绝对没有 我也不会喝酒 他很不满意 但是呢 经过试镜啊 又最后落在我们的老板 刘先生身上 哎呦 他对我好像 就是情有独钟 我也不晓得 他对我反正是 这就是缘 我的贵人 最后他还是选了我 那老板说要选我 对啊 老板说话了 对不对 因为当时参加选拔的 还有唐青啊什么 那都是 他们都经验丰富 对没有错 我跟他们根本没得比 你差二十郎当的 一个小伙子 哎 但是结果还是选了我 我就变成了大罪侠 来告诉我华哥 因为事实上您刚讲到 拍的这些西游记的 这些角色的 比方说像孙悟空啦 之类的 那角色跟后来您演 主角的罪侠 也就是大罪侠 在人物的刻画 还有人性上面 这两者会不会有点背道而驰 或甚至有它相通性 西游记里的这个 这个孙悟空是一个很反叛的 很活跃的 对的很活泼的 专门跟 齐天大圣嘛 对 他跟什么一皇大帝啊 跟他们都作对的嘛 没错 但是大罪侠这个角色呢 就是深藏不露 他是深藏不露的 表面上装的傻傻的 喝醉了 大智若鱼的 对 实际上呢 他很精明 这是完全性格不同 那么当时你接到了这个剧本的 你会不会 我也很彷徨 对不对 你一定很彷徨 尤其20多岁了 你又不会喝酒啊 你怎么可能会演那种 喝了酒了 那个装疯卖傻 来告诉我 当时您接下的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也是很害怕 因为我白天还在拍西游记 晚上回去拍大罪侠 你们这老板还给你真的很难的功课 那那个胡金轩导演的说 哎呀 我教你 我这教的心力交瘁啊 哇 因为他也不能骂我 因为是老板指定的 越骂我 我会越 你越怕 就有时候我做做的动作 突然间会变成猴子 猴子 我自然的一说就变成猴子 胡导演的用手打我的手 别来猴 别来猴 我一紧张就来猴 而且华哥 那个时候您对戏的郑佩佩小姐 她那个时候年龄比你大吧 她比我经验丰富 虽然她在南国实验 她年纪比我小 她比你小 她年纪比我小 那她演那个主角也是 但是她已经拍了几套戏了 她已经演过好像蓝语之歌呀 情人石啊 反正演主角已经比我早出道 而且当时在另外的一位男主角 陈宏烈先生 陈宏烈 对 她是一个反派 同学是不是 她跟我同班的 她是跟您同班 那么年龄是不是也是差不多呢 她还比我小一岁 哦 所以换言之 你们这个大罪侠这里头 这位老板还真的不错呀 她就等于是培养你们这些新人 对呀 她当年的邵氏也真的需要新人 南国实验集团为邵氏兄弟公司呢 培养了很多新人 你看方银啊 郑佩佩啊 哇那都是一时之选的 秦平啊 邢惠啊 罗列啊 于倩啊 你看看这些哈 在我们这个年代 或许现在听众朋友当中 如果还是年轻的一代的话呢 可能还不是很了解 我相信在小凤姐的台北国际资讯站这个节目里面 只要是跟小凤姐差不多年龄的这些听众朋友 一定会因为大罪侠华哥说的这一部分呢 一定会有好多好多往事 像时光隧道一样的在那边浏览出来了 来华哥 您刚讲到了这个大罪侠 演了多久 什么时候杀青的 大罪侠呢 拍的时候叫罪侠 但是呢 以前哦 当年日本很多电影在香港演 结果他们不晓得怎么打听到就是有罪侠 就推出一部戏叫罪侠 哦 日本电影 等于是撞名字了 但对就他也不讲道义了 反正强调我们的名字 这下完了 那我们海报什么全中印好了 全出了 对 怎么办呢 公司当时也很紧张 很奥 很奥的 结果有那个诸葛亮在里面啊 出点子了 我们加个大字 比他还大 所以呢 海报呢 还真大 接一个大字 印了也不用浪费了 这个人还真有创意 真有创意 真有创意 这个我相信是当年一位叫汪小松的一位 很有智力的 那么结果呢 变成大罪侠 顺理成章的 你看看 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 你看这真的很厉害 对啊 当你们一开始上映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自己就马上就 没想到 没想到 因为这个电影呢 当年我们邵氏拍戏啊 基本上三个月拍一套戏 但是胡金泉导演呢 精雕戏着 他拍了一整年 就这大罪侠 大罪侠拍了一整年 那当然公司呢 也有点威严的 对 有违词了 还不知道卖不卖座呢 卖不卖座 对啊 因为在商严商嘛 对不对 这搞了一年了 我的天啊 那你也被他磨了一年了 那我是没得选择 我是愿意的 但是呢 胡导演呢 大概自尊心也受了一些影响 所以后来 他的那个龙门客栈呢 什么那些 本来都是大罪侠的续集 结果台湾就有人挖了他过来 组织联邦公司 因为大罪侠当年太卖座 但是在香港啊 香港上演的 我们是六五年拍 六六年上的时候呢 刚好香港有一个暴动 就是晚上要戒严 因为当时的 宵禁了 天心码头要加价 就加五仙呢 就暴动了 有人在那里静坐 瞎起哄了 对 结果呢 英国那时候 当时英国统治的嘛 香港殖民地嘛 就是把那些人抓起来 那有人就烧火啊什么 对对对 六六年 就社会动荡了啦 结果晚上呢 两场戏就不许演 戒严 就是下午两场 那就刚好大罪侠 那个又受到很大的票房影响了 但是呢 卖座还是很好 尤其是东南亚 台湾啊 星马 非常好 所以对他的票房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当年卖个几十万不得了 真的 然后你这位大明星 大罪侠 我的天啊 那那个时候你要是走在路上 我看大家都认得你 也未必 因为我西游戏也沾了很多毛 大罪侠也沾了很多胡子 所以你还是可以明察暗放出去 还你的本色是不是 而且那时候你还真的很年轻 那时候你几岁啊 二十三 四 上演的时候 二十四 天哪 真的是叫少年得志 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幸运 来告诉我少年得志的滋味 你是非常的开心 而且甚而至于有点膨胀自我了 还是虚怀若骨 我们当时年签的合约 一签就八年 第一年港币两百块一个月 拍多一部戏加多两百块 第二年四百块一个月 第三年六百 第四年八百 第五年一千 然后是一千五 两千 两千五 八年 假如说我按照原来的合约的话 但是呢 很好 西优记一卖座 我马上 水涨船高了 对 但是他不是改我的合约 而是增加我的生活今天 就是所谓的 就是我们在那一般来讲 就所谓的bonus bonus 对了 比较多了 对 我也是三级跳的 好了 西优记已经三级跳了 那这个大醉侠这一卖座 我也反正跳得很快了 一跳就跳几千块一个月 那么对华哥您的生活 还有你整个的心态来讲 那个时候 你会不会有点晕了 不知道 也没有 我是蛮孝顺的 因为我觉得我的父亲 一个人负担 我家里有五个弟弟 一个妹妹 您是老大 我是老大 那我觉得我应该帮助他一起 就是维持这个家庭 所以呢 我收多一点钱呢 我就给我妈妈多一点钱 哇 好棒的乖儿子 真的是 今天在爱的GPS 人生导航当中 我们听到了 这位爱的使者 大醉侠 岳华 在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讲到 他的精彩人生 这只是上半段 他的精彩人生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在下次节目当中 继续的跟您分享 大醉侠 岳华 他的靓丽 美好的人生 今天非常感谢 大醉侠 岳华 华哥 在我们节目当中 说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 能不能在这边 跟我们听众朋友 说一句祝福的话 我祝福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家庭幸福 身体健康 我觉得身体健康 是非常要紧 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这是华哥 忠心的 恳切的祝福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 还有更温馨的分享 谢谢 下次再见